所以韓國瑜任何開始的直播 請大家不要再用選舉的觀點來看他 我覺得大家會比較喜歡 韓國瑜的治理城市的啟動 那我們來支持他 第二個從柯P跟那個 蔡英文的兩個人互動 我覺得像一對男女朋友一樣 然後那女生是愛死人的男生 男生是大條不甩 一副臭的一個臉 那不是 百般的討好 百般的討好 蔡英文百般的討好 連那種小字條都問說可不可以讀 然後柯P還不甩他 他就不敢讀了 然後用那個眼神 百般的眼神 希望祈求他愛連的眼神 柯P甩都不甩他 還哼哼冷笑兩句 我覺得這講那一件 他們兩個真的可以去 報名演藝人員 他們兩個可以受訓 拍一部微電影了 你知道嗎 算是死亂中性嘛 對 我不要去講那些 什麼樣的話 但是我是覺得 他把總統的格局做到我 非常覺得看不起的一個境界 中華民國的總統 何必要這麼低聲下氣呢 對一個台北市長 為什麼低聲下氣 你是中華民國總統 你是隔在什麼地方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整個昨天 他整個荒腔走板 你昨天是 中華民國最高行政首長嗎 你不是 總統不是中華民國最高行政首長 一憲法的規定 最高行政首長是行政院長 你昨天有什麼資格 跟台北市長這樣談 大巨蛋要怎麼處理 有什麼資格去談 整個台北市城市的規劃 你儘管說 你有帶了一個政務委員 但是我要說 蔡英文總統 你是完全毀線氣線 末世線法 你昨天至少要帶著 賴清德院長 或者行政院副院長 代表行政院 然後說我代表 我把行政院找來 跟你來 媒合一下 把行政院的決策系統 跟你台北市長的決策 打現場做個溝通 我總統在這個地方調和頂耐 你的格局 你的整個視野 不就讓他上來了嗎 但是我覺得今天蔡英文 想來聽聽 我覺得他現在選擇 輸掉之後 荒腔走板 必不失錯